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为什么耶稣被称为是神的羔羊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是修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9-34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 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拆祭司和利未能到约翰那里 问他说你是谁 他就明说并不隐瞒 明说我不是基督 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的是伊利亚吗 他说我不是 是那先知吗 他回答说不是 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 叫我们好回复猜我们来的人 你自己说你是谁 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能 有能生喊着说修止主的道路 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那些人是法利赛人拆来的 他们就问他们 你既不是基督 不是伊利亚也不是先知 为什么施洗呢 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 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 是你们不认识的 就是那在我以后来在我以后来的 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里 那么有的方译是伯大巴拉 约翰施洗的地方做了见证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是人坠裂的 这就是我曾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 凡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我先前不认识他 如今文来远水施洗 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 约翰又做见证说 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从天降下 住在他的身上 我先前不认识他 只剩那猜往来的 猜往来远水施洗的 对我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 住在谁的身上 谁就用圣灵施洗的 我看见了 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那么约翰福音在谈论道 那么道也就是神自己 他不仅使世界存在 并且提供物质生命 而且通过他的恩典 提供了属灵的生命 那么道提供属灵生命的方式 是借着他成为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向我们启示了天父 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看到的 他将成为上帝的羔羊 赦免人的罪的那一位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在本书当中 看到过耶稣 在今天的课程当中 我们有施洗的约翰 在伯大里为人们施洗 那么有一些方译 在第28节当中 用的是伯大巴拉 而不是伯大里 伯大巴拉似乎是更准确的方译 我们以前在福音书当中 曾经看到过伯大里 但是那个伯大里是在 耶路撒冷之外 而不会在约旦河外 那么这个伯大里 应该是在约旦河的东边 因此约翰不是在 谈论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里 那么一些学者们就认为 这个地方是属于 在女变之派的土地上 里约旦河边 约旦河另一边 耶利哥不永 那么如果这个是正确的话 那么这将是我们在 结束对民宿记学习时 离开以色列的位置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 约翰为人们施洗 那么犹太人中的 伯大里赛人就派遣了 祭司和利未能 我们以前在其他福音书当中 也遇到过伯大里赛人 总体上说 这是一个有个宗教精英 组成的群体 包括一些来自祭司和利未能的群体 从我们对民宿记的学业当中 祭司是来自亚伦家族的利未能 而利未能则是用来描述 其他不是祭司的利未的后卫 这些法利赛人就问约翰说 你是谁 但这似乎不是一个对立的问题 至少说在这里 因为他们听说 有人在约旦河施洗的 那你可能会问说 为什么法利赛人会关心 一个人是否在施洗的 因为洗礼不是摩西律华所禁止的一个仪式 虽然说这是正确的 但是要记住的是 在祭司向上帝献祭之前 他们必须在圣殿的洗足盆当中 洗掉身上的不洁 洗礼被视为是洗去不洁和罪恶的象征 那么一些先知们 比如说 以西节书的第36章25到26节中的以西节 以及撒加利亚书第13章第一节中的撒加利亚 都曾预言过 将来要有一个人除去坠裂的人 我们称这一位为弥赛亚 所以说法利赛人自然要调查 这个在约旦河外 施洗的人是谁 约翰说他不是基督 法利赛人就接着问他 是不是以利亚 那么以利亚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中 被预言为 将要来到弥西 将要来到弥赛亚前面的那个人 现在犹太人以为真正的以利亚会来 但不是 但这并不是说马拉基的意思 我们又是怎么知道呢 因为在路加福音的第1章16到17节 向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 显现了天使加百列提到的这个马拉基的预言 他是这样子说的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 回与主他的神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 将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将被利的人转出义人的智慧 又为主预备何愿的百姓 约翰不会是以利亚 但他会带着以利亚的精神和能力来 这意味着正如耶稣 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 约翰将会是像以利亚一样的伟大先知 那法利赛就接着问约翰 他是不是先知 这又似乎是对生命的第18章18、19节的引用 其中摩西预言的以色列人需要听到 等那个将在他之后来到的人 尽管我们知道说这个人是耶稣 因此米赛亚的同意词 但犹太人不一定相信这一点 相反许多人相信会相信说上帝会派出多个具有不同目的的人 例如做王和预言 那么约翰也再次否认自己是先知 这就使得法利赛人感到困惑 然后他们就问到说 如果你不是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 那么你是谁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在施系 他就一定会是某一个人的 他就说到他是修植主的道路的那一个人 约翰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三节 其他的福音书作者则是用 指代米赛亚的先驱 他接着说他只是用谁来施系 但是在他们中中有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能 约翰将会跟随他 一个比他更先来到更好的能 这个人就是米赛亚 因为这个人的地位和他的无罪 约翰知道他甚至不配给他解写代的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好吧来到第29节约翰说 是耶稣 是比他更先来的 并解释了为什么耶稣 会比他更先 以及为什么他约翰不配给他解写代 这是因为耶稣早在约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从我们对路加福音的学习当中 我们知道约翰比耶稣 大大额六个额 那么耶稣怎么可能 在约翰之前就存在呢 因为耶稣是神 他是来自永恒的 约翰也认定了耶稣是除去世人坠裂的神的羔羊 那么正如这个播客的观众所知道的那样 我们处理这个播客的方式 就好像我们以前从未读过圣经一样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会经常跳到 我们以前没有读过的经文 除非一些绝对的必要 因为如果我们以前没有读过圣经 我们就无法去建立起这些的联系 但是如果我们以前学习过的一本书 我们就会去建立这些的联系 这就是我们将在这里做的一个事情 那么为什么耶稣被称为神的羔羊呢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称他为羔羊 那么回想一下我们在立位纪当中的学习 羔羊是摩西律华之下作为赎罪纪的动物之一 在立位纪的第四章三十二节说到 能若牵一只绵羊羔羔为赎罪纪的供物 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 羔羊并不是唯一献给赎罪纪的动物 其他的动物例如山羊也可以提供的 但羔羊是其中的一个动物 因此耶稣就被称为的是羔羊 那为什么他是神的羔羊呢 这就让我们想起了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第七八节所说的 他是这样说的 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塔说 父亲呀 亚伯塔说我儿我在这里 以撒说请看我儿火与财都有了 但番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塔说我儿 神必自己预备着番祭的羊羔 与是恶人同行 那么正如上帝在亚伯塔的情况之下 为祭友提供的动物一样 在这里他也为人的情况提供了祭友 但耶稣是神的羔羊 也让我想起的另外一段经文 也就是历位纪的第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他是这样说的 亚伦为圣所和慧幕并谈献王的赎罪祭 就要把乃至活的公山羊分上 两手按在羊头上 成了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迁 把这罪都归到羊的头上 借着所派真人的手送到旷野去 要把这羊放在旷野 这羊要单单他们一切的罪孽 带到无人之地 这里描述的是赎罪的替罪羊 替罪羊被释放到旷野 象征性里承担了人民的罪孽 这不是一个自动的赎罪的承诺 因为以色列仍然在绿华的其他方面 必须要服从上帝 但如果他们凭信心顺服 替罪羊就会得到这个应许 那么耶稣是我们的替罪羊 祂为我们的罪而死 但不是简单地象征性里 除去了我们的罪 而是当我们凭着信心顺服上帝时 耶稣的牺牲实际上就除去了我们的罪 神不再纪念他们了 在这一切的事情上 作为神的羔羊 耶稣成就了摩西德女华 那么在第三十一节当中 约翰说了一个特别的事情 他告诉群众说 他以前不认识耶稣 为了让以色列认识他 约翰被派去了怨谁施洗 那么其实约翰是耶稣的谈宣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中 耶稣在受洗之前就认定耶稣是弥赛亚 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四节中 他最初并不想为耶稣施洗 因为约翰知道耶稣不需要为任何事情悔改 因此不需要受洗的 那么约翰在这里想说的是什么了 我相信是有两件事情 首先约翰一直在强调他不是弥赛亚 而耶稣实际上是先与他存在的 因为他是神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约翰实际上并不真正的知道 关于耶稣的一切 尽管说他认识耶稣 那么约翰在传达耶稣受洗时所看到的 即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身上 约翰也告诉人女说 即使他可能知道耶稣是谁 但他并没有完全理解所有的后果 一直到他看到圣灵降在耶稣身上 因为上帝告诉他 无论你看到圣灵降在谁身上 这就是要用圣灵施洗的能 这个能将会是神的儿子 放一句话说 正是在耶稣的洗礼当中 约翰获得了更纯面的了解 他现在说 他过去并不真正认识耶稣 这是关于耶稣是谁的有力的见证 那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像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此 接着我们再见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The glory of his cross -ich-a Picchu -i Full of his cross thats a challenge Obč-ic tim